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在里面啊 大部分是游客 可能有人带进去 难道不知道 这样做鸟是不敢靠近的 反而看不到鸟不是吗 记得平时大家都只在马路上爬 MMP路可以整群靠得很近 今天可能没有这个机会了 现在下午4点左右 黑面皮鹿及其他水鸟还在休息 这个距离是很远的 鸟不靠近就很难拍好 渐渐的鸟比较活跃了 夕阳映在水中很美 黑面皮鹿开始大举进攻了 从后面一群一群的往前飞 开始密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哇 这是在白米赛跑吗 大家用冲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密室冲这么快 这是令人血脉喷脏啊 向左转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是因为这群人在那里 止住了他们的步伐 不然的话 一直向前冲 都故意呢 黑面皮鹿 犹豫的一下子掉头 黑面皮鹿犹豫的一下子掉头 往后走了 部分黑面皮鹿在鱼温的土蹄上 夕阳把他们装扮的美极了 后面的黑面皮鹿 开始向右飞 这个距离更远 黑面皮鹿 竟然有车子开到里面去了 居然有车子开到里面去了 居然有车子开到里面去了 今年11月份 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 办理大台南嘉义高雄山地的 黑面皮鹿普查 总计有4,119只 创下历年新高 也超越了2022年 黑面皮鹿全球同步普查 台湾的数量3842只 嘉义沿海的黑面皮鹿 就有1847只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 黑腹燕鸥开始活动了 这里的黑腹燕鸥有好几千只 通常近晚时分 他们会开始聚集 找一个理想的地方 集体棲息 台南北门西湖 就是一个有名的黑腹燕鸥棲息茶 因为那里有非常多的客家 可以让他们棲息 起初我以为这里的黑腹燕鸥 也会聚集到别的地方去 越看越不像 他们在这里翻飞 像是要棲息在这里 这里是广大的废弃盐田 中间有大片露出水面的沙利地 可供他们七喜 真是太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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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的观赏 我是常工 敬请订阅并按下小铃铛 谢谢 下次再见